今天出席发布会的主创嘉宾有导演魏书军演员朱一龙 We have our director魏书军 and actor朱一龙 to present the only the river flow crew Now let's把话筒交给梁芷老师 host please 好 邀请我们的翻译老师 那首先我们就请魏书军导演和朱一龙先生 跟我们本场的发布会的媒体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导演 大家好 特别开心在平遥放电影 然后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多多帮助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 喜欢我们的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社区 朱先生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一龙 然后感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 谢谢大家 我们不妨延续这个 昨天开幕式咱们其实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两位跟这个平遥的这个缘分 因为确实是很特别的 平遥国际的影展是今年是第七届嘛 还是一个很年轻的 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影展 那其实这个书军从一开始 这个《演员少年》作为这个短片 我们的《平遥一角》的开幕片 到《演马分宗》 到《永安正故事集》 而且这个每一部在这儿都有斩获 是非常扎扎实实的在平遥 所以这次带着河边的错误回来 我想你的情绪是很丰富的 就是是非常多种的 而且本片又是这次 因为我们的影展是在18号落幕 然后本片是21号在全国就要上映了 所以这次回来 你的心情有哪些不同 昨天晚上放完开幕片之后 跟那么多的影迷 包括媒体朋友 大家也聊了很长时间 昨天应后 因为咱们片子103分钟 昨天应后90多分钟 是吧 这个比例几乎达到1比1了 大家非常的热烈 所以能不能跟媒体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参加平遥电影节 其实是那个平遥电影节 第一届完事之后 他在嘎那做了一个平遥之夜 元年刚办完 然后在那儿认识了贾正科导演 然后了解了平遥电影展 那么紧接着回来之后 同年那个短片就过来放 然后我第一次参加平遥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放短片 然后我们在那个 也是在小城之春 特别激动 我觉得特别 影厅特别好 我印象中 然后后来呢 就是野马分钟和永安镇故事集 然后每次在这儿放片呢 我都觉得能是一个验证 就是无论你的电影 在外面放怎么样 那么回到家里边 回到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们面前 第一站基本都在平遥 所以那个感觉是既兴奋 又有点忐忑 我当时我记得野马分钟的时候 就是大家排那个队很长 他们就指给我看 说你看记者 这个有的媒体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然后就很担心 就怕他排了一个多小时队 他带着一种期待 你知道吗 就是他看电影可能两个小时 然后等啊等了一个小时 所以对他来说 是三个小时的一个心理成本 所以每次看大家的反馈 对我来说是一个挺紧张的过程 那昨天尤其特殊 我跟一龙跟那个余华老师刚见完面 然后原著小说的作者就坐我旁边 他之前跟我说 我看过一遍 我挺喜欢的 但我们没有特别详细的展开 我怕是一个客套化 然后我就全程 我就在那个看 偷看余华老师 我看他有没有睡着啊 或者是 他就一直聚焦回神地看 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 他跟一龙握了我手 然后拍了拍我 就说 说这个小魏干得不错 祝贺你们 特别开心 如果这次看第二次看 我觉得更好 所以我挺激动的吧 对 谢谢 谢谢维士君导演 确实这个余华老师来看片 我相信对于我们的这个主创来讲 跟这个大家 跟观众一起看片 对主创来讲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一个时刻 因为最初的这个故事是 生长在他的脑海当中 然后又又到了这个 书军的脑海当中 呈现给观众 我们也请教一下 朱一龙 因为这个昨天 我们也说到嘛 因为这个 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平遥创投的项目 叫上天堂 那个项目当时 大家就很关注 江江导演把他带过来 然后后来 您出演 他的男主角 然后这个项目 人生大事 也是得到许多观众的喜欢 那么这次再次回到平遥 因为不光是那一次 因为还有到平遥来拍宣传片 所以说这次再次的回到平遥 带着自己的最新的这个作品 和平的错误 您这两天 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 在平遥 包括昨天跟大家做完映后之后 我觉得在平遥电影节 整个氛围特别好 然后很多青年影人 大家汇聚在一起 然后分享自己的想法 然后大家一块看电影 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特别棒 然后这次 和平的错误 在平遥首映 我上一次看 是在甘纳影庭看的 然后回来之后 我感觉还是不一样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放我们自己的故事 然后观众在现场 所有的反馈 跟在国外看的时候 感觉完全不一样 昨天的这个应后当中 有哪些这个内容 包括尤其于华老师 看片之后 跟你们分享的那种 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挺忐忑的 就是昨天在放映之前 头天晚上跟于华老师说 我们约着见一面聊一聊 然后于华老师也表达了很多 他对这个影片的喜爱 我刚开始也跟书音导演一样 我怕于华老师是 但是于华老师说了很多细节 他喜欢的具体的细节 包括有一些电影当中 部分的内容 属于改编的一些 跟原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也非常的认可 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吧 原著作者对于这部电影的喜爱 然后同时愿意参与进来 去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 我觉得 没错没错 确实 其实像改编这件事情 本身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像这样的文学大师的 这种经典的这种作品的改编 跟原著之间的关系 个人影像的理解 因为我们又是一个当代的表达 所以我想有很多挑战 但是毫无疑问 何边说完成非常好 观众昨天的反馈 包括从嘎那到现在 应该都说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 交给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来 柯先生 来 有请 想法问题问给导演 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说这是您的第三部长篇 我个人是感觉看过了之后 觉得从某些角度来讲 跟前两部都不太一样 就是还有魏淑君的这个风格在里面 但是就是跟前两部来相比的话 无论是从题材上 还是从剧本上 都有很大的区别 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或者说 第三部作品 您选择何边的错误 是就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 这个想法 确实对我来说 区别还挺大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改编一个小说 起初呢 我对改编这个事的理解 好像有点简单了 我最初的理解 其实就是如何翻译一个 小说里的戏剧性 把它摘取过来 然后稍加改编 我觉得就可以变成电影了 但是在我逐渐的不断的看这个小说 然后去跟那个 比如说编剧春雷 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 发现其实非常难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戏仿的小说 然后又占着一个犯罪的元素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要把犯罪的事情讲清楚 另一方面呢 要把它戏仿的观点 它的味道拿出来 这是一个难点 另外呢 我觉得只要它有犯罪元素 我们不可避免的 就要跟观众对犯罪元素类的电影的这种观影经验 去一方面是做斗争 一方面是一种博弈 我们得接受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前提 那好比说如果大家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犯罪电影 那么大家第一次看犯罪电影的时候 那是一种心态 那么今天大家看了特别多的犯罪电影 然后出现一个戏仿的 这样的一个小说改变的戏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想 通常这一类的电影 讲到这里的时候 会不会向我们揭露凶手是谁 如何去展开案件 那么展开案件的推理 在我们的电影中是否重要 以及我们在案件之外的部分 这些描写会不会丢掉观众 所以我们一直伴随着这种 对这种经验的猜测 所以它一方面从小说中给我们营养 一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改变 好来 这位女士 谢谢 我这个问题提给两位主创 就是导演的上一部作品 有完真故事集 虽然说口碑很好 但是好像票房有一点点让主创受伤 然后这一部呢 河边的错误 大家都会说是由朱一龙来单扛票房 然后因为朱一龙的上两部作品 人生大事还有那个 什么萧舍他 票房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朱一龙这一次会不会在票房上 不知道有没有压力 然后以及想问一下导演 咱们这一次在票房上的期待 大概是怎样的 谢谢 我其实这个拍戏的频率比较快 就是按现在的说法 就是拍戏的速度比较卷 但是我对于票房其实还 我觉得挺躺的 不是一个特别那个 是一定要在每一部片子上映的时候 对它有一个多具体的数字 那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作品 因为拍电影其实就是拍给观众看的 所以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电影 以及我觉得电影见到观众之前 这之间有很多桥梁 比如说像我们平遥影展 然后看很多专业的影评人 然后自媒体 然后大家 作为电影跟观众的桥梁 我觉得对票房的影响也很重要 所以也很重视在平遥见到大家 对 因为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前两部电影 然后有一个好的票房 但是其实作为演员 当初在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没有想象 或者说我有预估说 他有未来见到 就是上映之后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票房表现 我觉得我还是笨着说 这个角色我喜欢 然后感觉有创作的欲望 然后跟整个团队有契合度 所以我们一块去创作一个电影 我觉得这回合并错误也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一说电影和票房挂钩 好像就是跟利益 好像跟金钱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这像导演刚刚说的 我们拍电影就是 电影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观众去看 我们也是拍电影 希望跟观众有更多的交流 但是更多观众的体现就是票房好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有一个好的票房 有更多的观众走进店员 能看到这部电影 好 谢谢 来 好 那个心理帽记者提问 想问一下朱一龙老师 因为在上一次的采访中 您说在突破角色和冒险这件事情上 您特别感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心态 你有变化吗 其实你之前也说过 可能在每一个角色面前都是从零开始 然后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不知道有没有属于朱一龙的表演上的困惑 是什么支持着你一直去走出舒适区的呢 谢谢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感悟是 我觉得不要限制自己 然后我也没有说 我觉得能不断地变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需要适应每一个不同的类型 每一个不同的团队 每一个导演 不同导演的风格 我就只有打开自己之后 才能跟不同的风格去契合 然后在表演上才能有一些改变 然后适应不同的剧本 不同的团队 对 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创作心态 包括跟这回合编的错误 跟魏淑君导演也是 我们商量好了一个创作方式 一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相信表演就一定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 刚才是要给那边 可以 来 好 好 下一个给您 来 我想问一下朱一龙 因为您已经有很多作品了 想问一下 其实这次应该说是给我们呈现的 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角色 您觉得这次在表演上 您有什么样的突破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 关于我们山西的问题 就是您来到平遥 来到山西 对于哪些文化元素 您觉得比较有印象 或者让您比较触动的 谢谢 这次表演 您觉得有什么突破难点在哪 第二个是关于山西 我这次在表演上 我觉得 因为这次像昨天对谈 余华老师也谈到了 我们关于这次整个人物体验 很多是一种感受 但是感受 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是 特别难体现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能把这种感受 文字上的一些内心的描述 把它呈现出来 能让观众能感受得到 这是当时我在拍之前 就是命令了一个挑战吧 对 然后最后解决方式 我们当时用了顺拍 然后用马哲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身体就是身体产生的变化 一个外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他内心的当时挣扎 和逐渐走向轰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受给他表现出来 对 然后这次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平遥 面太好吃了 对 我觉得这两次过来之后 上一次就是吃了平遥的面皮 然后那个刀削面 对 我对一个城市 一个记忆 很多时候都是从美食开始的 好 谢谢 谢谢您 来 我们这位 来 想问朱一龙老师 那个 我们是来自您家乡武汉的媒体 不好意思 我放一下电脑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观影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 您把马哲这个人物 他内心的激烈的冲突 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您刚才也说到说 将这种 对角色的感受 去外化出来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想知道您如何抓到这个锚点 去表现出他内心的这种 激烈的冲突 另外就是 我个人在观影的时候 会感觉到 您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这个角色之中 就像马哲把全部的自己 没入了那个河水中一样 所以 我很想问您是怎么 出戏的 怎么从这样的一种状态中 给抽离出来 回到正常的演员的生活当中 然后 这个角色 总部影片里边 您对这个角色的诠释 然后参与这个影片 有没有影响到 您后来自己的生活 对您带来有怎样的影响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您 其实我 就是我自己一直心态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 全心投入 但是等杀青的那一刻 就跟决策彻底的 就是分离开 然后这次像 游华老师之前写的那个序 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其实在拍完这个电影之后 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态度吧 就是当自己好的时候 不要觉得什么都是自己 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 然后当自己不好的时候 也不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自己 对 这是我从这个电影当中 收获到的一点感受吧 好的 谢谢您 这位先生 我想问一下朱一龙 就是昨天渝华老师说 您是一个就追求 不是追求自己能宏多 就想追求自己 就是能走多远的演员 也不知道你在这个 这方面是怎么规划的 能详细跟大家说 谢谢 怎么规划的 因为其实那天晚上 跟渝华老师也确实聊了很久 然后关于表演 这个是跟自己的初心 可能有关系吧 我喜欢这个职业 热爱表演这件本身这个事情 是因为就算在没有做演员之前 我喜欢看电影 除了故事以外 这个电影的导演 然后整个拍摄的方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就是当看见同一个演员 在不同的电影里面展现 让我完全没有发现的 既然是同一个演员的表演的时候 那种带来的那种轻易感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对表演的一个 算是一个追求吧 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不同的作品里面 能够将自己变成 完全是那个角色 然后又展现不同的表演 好 谢谢您 来 我们看是不是上面刚才有一位 有吗 这位 来 有请 好 谢谢 我想问朱一龙老师 就是您之前的影片 包括这次和味道合作 其实我觉得你在剧本选择上 是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因为之前可能还是说 在看中一些院线的剧本的选择吧 我个人的选择 我个人感觉 就是所以我想问您之后 还会关注一些 就是可能偏 就是独立的创作者 或者可能相对也是 低成本的一些剧本的创作吗 会关注这些内容吗 对 我们也是院线电影 对 我的意思 但是 其实我自己 我就是大家有时候聊的时候 我们会聊很多类型 电影类型 有比如说作者像的 然后我们片商业电影 或者是艺术电影 或者是文艺电影 或者任何 但是其实我自己 我没有在类型上面说 我一定要说 说去选择哪一类型 我觉得还是整个故事 整个人物 然后在当下 此刻的自己的时候 跟他能不能有共鸣 然后我觉得此刻的 我能不能去塑造这个角色 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我们请这个魏导也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 其实几部片子 合作了很多优秀的演员 那这次跟我们 河边错误的各位演员合作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包括你跟一龙是第一次合作吗 他在创作上是一个 什么样类型的演员 在现场你们的交流是怎么样的 然后包括其他的演员 因为其中有一些演员 像佟林凯跟你又是 又一次合作了 也有一些 第一次加入你剧组的演员 然后这个方面以外呢 还想请你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的这个 各个主创 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 一个主创的团队 对吧 就是演员跟职员 两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因为演员就还是以龙哥为例吧 因为今天就他在场 那我觉得其实他 给我感觉就是敬业 而且谦虚 很卷 因为我每次到现场 我发现他都比那个 我们预计的时间 要早个五到十分钟 每次都是这样 后来我发现了 可能有连续二十天这样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故意 我要再早到一点 你知道吗 因为导演到现场的时候 演员已经做好了 所有的准备 装 发 然后还有衣服都换好了 这个有的时候有点 有点不舒服 你知道吗 然后这点 我想播出一下 其实魏导是个特别可爱 你别看平时很成熟 虽然是90后 但是很成熟 其实很可爱 在现场有一天 我早到了 然后之后 他发现我早到之后 他在现场 我们那个电影院 电影院那个地方 他绕了一大圈 绕到我后来 说那个 我说你刚到 他说没有 他说我早到了 他说我已经开始 不知什么 他就装他已经 很早就到了 所以很可爱 然后但是他在现场 非常有掌控能力 非常稳 然后 让我在现场 就是很安心吧 他在现场 其实开外前 龙哥也做了很多准备 其实我们有的采访店 也没有详细讲 包括比如说 这个打枪的训练 包括跟曾美慧姿 我们的女主演 她一起体验生活 在家里面 我们有做饭 安排他们一起做饭 一起聊天 然后有这个警队的体验生活 然后龙哥 我给他发了 可能有一个 二十多集的纪录片 就当时 记录那个年代的 真正的警察作业的状况 然后他也去 真正的警队 去走访这些老 当年工作的老刑警 然后去看他们的这个 如何去办案 看他们是什么样子 包括其实我们 中间一段时间 就是会看电影 就是会选一些喜欢的片子 然后都叫到我房间里来 大家把一个电视打开 然后看完电影讨论 其实那个感觉 让我觉得特别纯粹 因为在一龙进组之前 他去刚在金基得奖 那我们在网上看到消息的时候 还是一个很光鲜的 在舞堂之上的 这样一个明星的状态 但在生活当中 就是大家真的 就是又回到一个创作者 一个电影工作者的状态 那个我一直很 很敬佩他在这点上 然后前一段时间 我在看我们测拍的 记录我们当时现场 拍摄这些素材 每一次龙哥就是 你看到他从外面 那个走进帐篷 然后就特别近 盯着那个监视器看 他每次看都特别认真 然后再回去再看 再回去再看 所以我很怀念 那段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 当然我们剧组 其他演员也都很敬业 大家都提前了 基本上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进组 对 其实工作的模式是类似的 也是体验生活 聊剧本 然后看电影 然后拍摄 所以他更像是一段 生活经历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 纯一个 比如说打卡上班的 那样一个心态 然后其他主创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 摄影指导程马 他今天他工作 刚刚拿了奖嘛 程马对吧 对刚刚拿了奖 在那个马太基兄弟电影节 拿了那个摄影的银奖 他也是非常有想法 那么这一次 我们用16毫米胶片 其实在前期 做了特别多的测试 这个本身 它当然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他 他心里很有数 他觉得这个没问题 这个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在现场 看到监视器 其实是很很糊的 包括光线呀 光笔色彩 包括一些 比如说表演 可能我们都看不太出来 说一定是那样嘛 我们要等洗出来 才能检验 那这些工作 我觉得他做的 都非常的出色 对 说到这个16毫米胶片 其实易隆拍了很多年戏了 但是这个知道 这次要用16毫米胶片拍 是不是你的心里的感受 也会进组之前 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我觉得作为电影学院 毕业的学生 就是对胶片有时候有情节 虽然大家都在说 说现在其实我们 完全可以通过数字 我们可以转胶 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效果 但是我有时候 觉得我们对于那个年代 对于胶片 有一些情怀在里面 它里面的那些噪点 那些偶尔的焦点 对 让你觉得 它有一些 有一些不那么精致 对 然后我觉得最后也能 像结合我们这个故事 表现那个年代的一个风貌 因为我们的片子 是在这个10月21号 就在全国上映了嘛 我们也想请 魏导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主创会 会大概有什么样的 这些宣传的计划 包括 接下来大家还在哪里 比如说能够跟你们 有这样更多的交流的时间 能不能跟我们媒体的朋友 也分享一下 那个宣发方 我还不确定让不让讲 因为怕 对 龙哥 这个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 在几个吧 不会很多的地方 去跟大家见面 那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是 不是说要 一定要走多少站路演 最重要的是 跟大家 把我们创作的经验 态度 分享给大家 比如有平遥 影展这样的舞台 其实我们已经聊很多 包括昨天聊了超长的应后 对 我觉得我已经涵盖了 很多很多的内容 我觉得 希望 它并不只是一个活动 而是说 真正的能让大家 有时间去走到电影院里面 去看我们的影片 对 好 一龙也通过我们的这个 媒体的朋友 包括现在正在直播的 这个发布会 也跟大家推荐一下 再推荐一下 这部河边的错误 对 其实昨天应后 也说过很多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一次在类型上面 在整个戏的呈现上面 嗯 呃 其实有些 很 我觉得很多嘛 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 然后 我觉得这部电影 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里面 可能去看第二次 第三次 我们有很多 不是那么的明确 但是其实我们在心里 是明确的 心里是明确的 所以我相信 大家已经能感受到 一些东西了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 韦淑君导演 跟演员朱一龙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给我们带来的 河边的错误 这部精彩的开幕片 我们一块 先在前面拍张合照 先在前面拍一张 然后我们再出去拍 是这吧 对 我们两位主创 请一步抬前 好的 正前方 来 来 看前方 来 三 二 一 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请 两位 再来 还有我们的 photocall 环节 请两位 主张 跟随工作人员指引 来到户外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